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也是周刊爆料 他说为什么会有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来源 原来竟然是为了一台咖啡机 还有这个所谓很某名牌的咖啡豆 是因为高宏安那时候要入主办公室的时候 他就希望办公室可以添购咖啡机 因为他不要喝立法院给的三合一 他喝没关系 对 他不喜欢 或者是他直接拿去服务处 他就没喝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知道很多立委 他们的办公室都很喜欢添购咖啡机 不管是自己要泡来喝 或者是招待客人 但因为立法院没有提供 所以那时候他就是想要添购一台咖啡机 还有他偏爱某个名牌的咖啡豆 但是他就很小气 舍不得自己出钱 所以就有这个公积金制度的发明跟产生 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你知道今天这件事情在网路上就整个炸开 大家觉得说高宏安你也太小气了吧 你想要喝这个牌子的豆子 你自己没出的 还要必当必三想一个公积金 叫大家捐 所以他原始以来的公积金 原来就是起源于咖啡机跟咖啡豆 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啦 就是说从他当立委的第一天 上任第一天开始 他就开始太胖了 他就舍不得出钱太胖了 好那回过头来 那今天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是说 原来不管你是要喝咖啡机 或是你要喝咖啡豆 事实上立委啊 立法委员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补助 其中有一笔 大家常常在探讨的 就是你有所谓的办公事务费 这包含什么呢 电话费 文具邮票 邮料 每一个人每个月都还有补助 甚至你服务处的租金 每个月都还补你两万块 办公室事务费 这哼啪啪啪啪 一个立委 一个月加起来有八万块钱 光是这些补助就有八万块 对八万块钱 八万块钱 而且是直接进你立委的指定账户 而且是不用时报时销 不像其他的单据 你拿去时报时销 不是 这些东西八万块 就是整笔好好的给你 那没想到高宏安 就是这八万块 每个月都进他私人户头 然后他就是都不拿出来 那我刚刚讲了 你办公事务费 你要咖啡机咖啡豆 你这个可以从办公事务费来出嘛 对不对 你这万块钱可以买得很好 对啊 你要买几包都可以 是啊 你不出呢 你还要叫助理来回捐